市值估計大概是630萬 還有江樂道西這一棟的商業大廈裡面 一個千多呎的高層單位 學聯公布去年的工作報告說 以呎價7000元去估算 市值是870萬 近來附近的地產代理說 那區市值是高到每呎16000元 物業的市值大概是1650萬 學聯還曾經將超過1000萬的緊急儲備 投資基金獲利 不埋單計數 學聯的資產保守估計 介乎3600萬去到4400萬 其中這個價值過千萬的單位放租 按學聯和學生活動基金有限公司章程 應該每年將80萬的租金交給學聯 但是多年來 這間公司都沒有把錢交到學聯手上 學聯就解釋 因為03年開始 這間公司已經沒有按慣例 定期選舉學生董事 接任公司董事 所以沒有處理過撥款 將來會糾正這個做法 改由現屆學聯成員做董事 通過了退聯的港大學生會承認 要拿回會費或者資產有困難 除了財政 學聯的組成方式亦都備受質疑 特別是負責日常運作的秘書署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 副秘書長沈奧輝佔領行動期間為人所熟悉 經常代表學聯去發言 他們是由學聯代表團提名 再交由學聯周年大會選出來 代表團的成員包括各大專院校的外務副會長 還有其他成員就由各大學的評議會 幹事會等等去委任 不少學聯的老鬼都是透過這個方式 晉身代表團 有學生就批評有學聯老鬼操控提名 和小圈子選舉沒有分別 秘書署例如周永康同學 他是透過多重的間選產生的 隔了兩三重的過程 其實變相同學根本沒有機會 直接接觸到秘書署那邊的人 甚至可能很多同學去到佔領期間 才知道原來我們有個學聯秘書長叫周永康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但是有學聯成員失疑 學聯常委已經是由各大院校學生直選的成員去擔任 如果學聯秘書署要八大院校的學生一起去直選 是不是會有更大的權力凌駕各大院校本身的學生會 反而引起更大的爭議 近幾個月在學運界爭論的焦點 是退聯是不是唯一的出路 支持退聯的認為不可能靠學聯改革 必須要退聯另謀出路 反對退聯的是包括學聯成員 以至學運老鬼 就認為不應該忽視團結的重要性 擔心退聯浪潮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退聯的爭議九年前都出現過 學者蔡子強1987年做中大學生會會長 是學運老鬼 九年前他曾經在報章撻文 呼籲港大學生要慎重考慮不要退聯 歷史諷刺的地方就是有些問題是周而復始地出現討論 就是學聯的代表性或者甚至同學關係是不是疏離 我相信學聯其中一個存在的重大意義就是它能夠容許學生能夠作為一個整體 當一方有事八方聲援 過去近60年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都有學聯的影子 去年的雨傘運動也是由學聯的罷課揭開序幕 在運動初期數以萬計的人走上街 有不少人都說是為了學生 同政府的政改對話 學聯也都贏到不少掌聲 但是隨著運動聲勢走下波 加上比較激進的占領者不滿意學聯過於保守 這一類口號就開始出現 到學聯學民思潮發動升級 包圍政府總部無功而還 就引起更多不滿 對某些組織失望 但是對某些組織失望 並不是基本上否定了組織本身 學聯的某個組織可能是一年、一時的 但是整個學界作為一個團計的力量 那個才是長遠的 不過支持退聯的就認為 學運不一定要靠學聯 其實學運的力量不是在於 有甚麼組織去牽頭 或者有多少間院校學生會去牽頭 只要我們能夠培育到大學生 他們對社會的關注 其實即使沒有一個很大的學聯去號召 即使只是一些很小的幾間院校的學生會號召 我相信同學生都會一夫百姓 即使沒有了學聯這個平台 如果他們在某些議題上是有共同理念 例如在普選這些議題上有共同理念的話 其實他們依然可以以各大學生會的名義去合作去搞學運 說的話很好聽 有需要的時候就大家在一起 你看看今次這場雨傘運動已經看到了 你有三子 有泛民 有商學 其實在當中的過程裏面 組織和協調上都有困難 那你八間院校學就散了 有事的時候才走在一起 就是事前不會談的 不會有一個共同的路向 綱領 甚至組織 那不就更混亂 那怎麼辦呢 還有其他市民參與 陶均衡1989年擔任學聯改組之後 第一任秘書長 他認同學聯有必要改革 亦都應該接受批評 但是不應該將學聯瓦解 對當權者來說很開心 看著你散 看著你亂 看著你分化 何樂而不為 但你看看《大公文匯報》裡面 究竟寫什麼內容 你就看得到究竟中共開心還是不開心 共產黨開不開心 我沒有興趣去關心 其實我會覺得 假如學聯真是有人 最後是被瓦解 或者他們的認識性越來越低 其實學聯自己是有責任 他們做的決定 真是代表大學生 或大學生是會認同這個學聯的話 其實我們搞多少的運動 都沒有辦法可以退到聯 碎片化是會令到當權者 有一些頭痛的地方 但問題碎片化最後 當你沒有一個很統一 沒有很強而有力的聲音 它更加容易會各個擊破 除了港大 其他多間大學都準備退聯 最快可能在3月初 嶺南大學就會舉行退聯公投 至於其他大學的情況 部分就已經舉行了校內諮詢會 稍後就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今集時事多面看 先說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